火化之亂 随着城市中三度改口依旧延烧 但却没有确切配套 而美国CDC早在2020年 就发布一份新冠肺炎丧礼指南 指出新冠肺炎并不影响 死者下葬或火葬 甚至可以办丧礼 重点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遗体会把新冠病毒传染给人的案例 唯独台湾迫不及待 要求在24小时内火化 火化之乱还没解决 陈时中此时确诊了 竟由专长搞都市计划的 陈宗燕站带指挥官 但火化之乱当初就是他搞出来 身影了两个礼拜 难道非要陈时中确诊了 才肯出来 网友校说之前指挥官是牙医 现在负责都市计划的都来了 真让人耳目一新 嘲讨反正每天报名牌 阿猫阿狗都可以胜认 要啥专业 换戏剧细的来 可能还比较精彩 陈时中牙医没有任何的公卫背景 陈仲燕如果还可以做几天的话 大概就指挥中心 大概快要关掉了 陈时中就会华丽的转身 去选台北市场 陈时中确诊 总统第一时间发声 说他为防疫工作 老薪劳力两年几乎没休息 希望他好好休养 网友超傻眼 因为真正扛两年的是基层医护 痛批死这么多人 怎么不见你出面 四千个国人已经离开 并且有上百上千的中重症病患 现在都还在急诊室 还在加护病房 来做生死搏斗 我们都没有看到蔡总统 有任何的表示 与病毒共存并不是放生 并不是摆滥 无法将心比心 也不参考国外的火花指引 这样的蔡政府 心里到底还有没有百姓 记者张正名林佩杰 三居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这里帮您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与病毒细菌作用 打架完之后就变成了水 温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环保 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 请赶快上快点购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 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哦